那为何当甄嬛使用第四台设计皇后时 皇后不使用头锋发作的技能呢 接下来叫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如果皇后用头锋发作的这个技能的话 大胖剧一定会让皇后休息十天半个月的 那这样皇后好不容易掌握的管理六宫之权就会被分走了 而这管理六宫的第一人选肯定是甄嬛呢 甄嬛因为怀孕又重新的得到了大胖剧的主爱与信任 这是皇后能与甄嬛抗衡的 不就剩下这个管理六宫之权了吗 皇后怎么可能会允许甄嬛再次的压过自己呢 再说皇后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所追求的权利呢 所以皇后能选择这个头锋发作的技能 是因为皇后觉得这个方法必大于力 之后皇后来到永兽宫 当天内只有甄嬛和皇后时 甄嬛拉着皇后的手推了自己一把拴倒在地 甄嬛就这样流产了 后面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场面了 龙岳大魔王站出来指着凶手 这一下皇后真的是跳进皇后都洗不清了 之后大胖剧变成发皇后 皇后心肠怠毒残害皇死 一日起 不许踏出几人工一步 不知道皇后这事是不是在后悔 自己没有用头锋发作的技能呢 要是用了说不定皇后能逃过这一劫 总的来说 当甄嬛用第四胎设计皇后时 皇后没有用头锋发作的技能 是因为皇后并不知道甄嬛的这个孩子保不住 皇后没想到甄嬛用这个孩子来陷害自己 最主要的就是皇后不想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利 不想让甄嬛再一次的压过自己